上光晚儿墓地 2013年9月初 西安咸阳机场附近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 当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后 认定这是一座唐朝墓地 西安作为唐朝古都 发现唐墓并不奇怪 但随着墓志的发现 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座墓地的墓主身份很不一般 因为墓志盖上赫然刻着 大唐固昭容上官市民 这九个传字将1300年前 唐朝传奇女性上光婉儿的生平 公布于众 这是一组反映上光婉儿墓地 发掘现场的照片 当时考古人员都没有想到 这次发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揭开了尘封千年的历史遗云 上官婉儿影视剧照上官婉儿 唐代著名女官 诗人 她的祖父上官怡 曾在唐高宗时期当过宰相 这意味着她出身高贵 然而 上官婉儿还在强宝中时 上官怡因参与替唐高宗 起草将废武则天的诏书 后辈被武则天以离间二圣 无人臣礼的罪名斩杀 很不幸 上官婉儿全家被株连了 父亲上官停滞被杀 母亲正是和上官婉儿一起被集没入夜庭为奴 她在夜庭中度过了十四年 上官婉儿十三岁那年 武则天发现她在诗文上颇有天赋 而且长相出众 便开始启用她 牧师据史料记载 上官婉儿掌管宫中制告多年 深受武则天信任 一度被称为金国宰相 她以皇妃的身份 掌管内庭与外朝的政令文告 曾建议扩大书馆 增设学士 并且带朝廷品评天下诗文 唐中宗景龙四年 710年7月21日 李隆基发动唐龙政变 他在诸沙为后 安乐公主及所有为后一党后 也将上官婉儿诸沙 终年47岁 按照唐朝墓地规格 天井数量越多 墓道越长 就意味着墓地等级越高 从发掘现场来看 上官婉儿墓地由墓道 五个天井 五个过洞 四个壁刊 永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 墓地水平全长36.5米 深10.1米 墓道淡室 上官婉儿墓地被倒掘严重 出现明显的官方毁墓特征 比如墓地顶部已完全塌掉 四面砖墙最高处 紧高1.3米 墓室没有发现一件贵重陪葬品 另外除了墓之外 考古人员在壁刊内 清理出随葬的陶涌和陶动物 约170余件 进一步考古发掘后 专家证实墓室里没有棺果留存 究竟在埋葬时有没有放入棺果 可能再也无法找到答案了 当时考古人员确定为上官婉儿墓地后 所有人都非常激动 尤其是看到墓室里有两块遗骸后 现场考古专家一度激动地想进入墓室摸遗骸 站在墓穴里冥望上官婉儿的骨骼 浑身发抖 激动 想蹲下去抚摸一下 又作罢了 避堪不过 后来检测遗骸是黄牛的整骨 因此再也无法根据遗骸 复原上官婉儿的容貌 由于墓制保存相对完整 考古专家通过墓制名 还是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上官婉儿墓制是轻石材质 成正方形 墓制石膏 宽都是74厘米 厚约15.5厘米 华系县齐格 英课证书32行 满行33字 共982字 据新唐书记载 上官婉儿是因为武则天赏识 才受到重用 后来嫁给唐中宗李显 但是 墓制上却记载 上官婉儿在13岁时 被封为唐高宗李治才人 42岁时又成为唐中宗的招容 这意味着上官婉儿 先后嫁给两位皇帝 他一度跟武则天共事一幅 这跟史书记载是不一致的 上官婉儿 墓制墓制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墓制盖上刻着 大唐故昭容上官士名 但墓制名正文 却刻着大唐故 结于上官士 墓制名并续 根据唐朝制度 昭容为皇帝九评第二集 仅次于昭仪 属于正二品阶 结于则为代事副之一 属于正三品阶 这明显是降级 这也说明 墓制雕刻过程中 又出现了变故 仔细阅读墓制 有这样一段描述 太平公主哀伤 附赠卷五百匹 前使调记 辞职筹筹谋 这就是说 上官婉儿被杀后 太平公主很悲伤 派人前去吊宴 还送去了五百匹卷 上官婉儿墓制名 这更加说明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 关系不一般 当然 墓制名中 对上官婉儿的评价 也有肯定的地方 结于艺术天资 贤名神著 诗书为愿佑 骏食得其精华 汉墓为基柱 组织成其锦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